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感觉有一双眼睛盯着她 她凭着感觉望过去 原来有个年龄与她一般大且捧头垢面的小乞丐 真虎视眈眈的盯着她手中的食物 缠蓝剑啊 心里挺不好受的 自己从小就是孤儿 自从即是起就是个小乞丐了 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尤其到了冬天更是难挨 饿肚子的滋味真是难受 为了不想饿肚子 她只能勤劳出去乞讨 她看着这个与自己一般大的乞丐 盯着自己手中的食物 就知道她饿得慌 所以就把手中的食物分成两份 把其中一份递了上去 说道 给你 肯定饿坏了吧 那个乞丐伸手接过了食物 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不大一会儿便吃完了 还不忘舔了舔黑乎乎的手 怯声声地道 谢谢你 两个人便聊了起来 我叫阿兰 你呢 我没有名字 别人都叫我小黑牙 阿兰想了想说道 我的名字也是自己给取的 不然我给你取一个吧 你就叫阿涛吧 阿涛很高兴 拍着手道 太好了 我有名字了 原来阿兰在乞讨的时候 来到一间私书附近 听着里面与他一般大的孩子 都在摇头晃脑的读书 他感觉有书读的孩子 太幸福了 由于好奇 便蹲在墙角听了起来 之后每日出了乞讨 雷打不动的在私书的墙角偷偷学习 听私书的孩子们读书 听夫子讲大道理 久而久之 也能识得一些字 名人典故 三字经 千字文 诗词倒是能背一些 就在不久后 那个夫子确生了一场病 几个月后便离世了 那所私书关了门 从此后 阿兰便想丢了魂似的 每日在街头徘徊 累了就坐在街角 呆呆地望着天空 心里很是失落 每日肚子饿得咕咕叫 才起身去乞讨 今年光景不太好 所以讨了很久 才从一个善良的夫人那里 讨来两个包子 如今分了一个给阿涛 饿了一天的肚子还没饱呢 为了能够吃饱肚子 两人商议 以后两人分开讨食 都一起在破庙会合 一起分食 这样就不至于饿肚子了 日子里就这样过着 两人也成了一对 患男与共的好兄弟 有一日 两人在城外闲逛 突然在一块空地上捡到了一个脏兮兮的盒子 打开一层又一层后 发现原来是一个瓶子 两人也不认识啊 瓶子看起来特别好看 两人决定拿去当铺看看 值多少银子 阿兰奇讨多年 很懂得察言观色 他看到店当铺的掌柜 拿着瓶子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爱不失手的样子 阿兰心里面觉得 这瓶子肯定值不少银子 掌柜抬头看着两个孩子 就问道 这个瓶子 你们想当多少银子呀 阿兰心中没谱 阿涛更是不懂这些 阿兰想了想 就伸出四个手指头 掌柜的想了想说道 哎 算了 四百两就四百两吧 阿兰 阿涛一听 四百两银子 简直不敢相信 不过心里高兴极了 双手颤抖着接过银子 他们以为在做梦呢 阿涛捏我一下 看看疼不疼 阿兰说道 阿涛沉稳一些 说道 阿涛是真的 咱们有钱了 他们回到了破庙 一起商量 这笔银子要怎么花 两人决定在街上开间酒楼 两人常年乞讨 对于街头哪个位置做酒楼好 他们都比较有经验 所以 两人决定在中心街买一个门面 开起来酒楼 阿涛性格内敛 负责酒楼内部经营 阿兰性格外向 所以就负责酒楼的对外接洽 包括进货等 两人非常信任彼此 把酒楼经营的一场火爆 每日都是客满未换 两人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各自也都买了新房子居住 因为生意忙碌 一直也没有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有一日 城里媒婆王婶子上门来 哎呦喂 我说两位老板啊 你们年龄也不小了 赚了那么多钱 也不懂许个贴心的媳妇 想想福 以后给你们生个大胖儿子 继承你们的产业 两人都是孤儿 对于男女之事 虽有向往 但是却不知许个如何的姑娘回来 心里实在末底 所以就一直担着 两人觉得经营好酒楼 心里会更踏实 行几多年 早就厌倦了那种生活 所以对于现在经营酒楼 每日也是勤勤恳恳 平常过日子 还是以节俭为主 并不会很铺张浪费 王婶子啊 谢谢你 还惦记着我们兄弟二人 我们取妻的事情 还不急 当我们商量商量 阿兰说道 王婶子也不好得罪 如今当了老板的两人 便顺着两人说道 那是得好好商量商量 过几天我再来呀 一日 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女子来酒店吃饭 突然一火饿 我爸上前来掀了桌子 海浅 海浅 竟然躲到这里来吃大餐来了 哼 阿兰间有人来闹事 赶紧上前来劝阻 客官 有事好好说 别动怒啊 那活恶霸 是专门做借款生意的 领头的人称楚爷 他看在阿兰的面子上 停止了打砸 说道 行 看在老板的面上 你赶紧还钱吧 男子拉着女子 跪在楚爷的面前哀求道 楚爷能不能通融通融一下 实在是还不上啊 那女子又跪在阿兰的面前道 老板 行行好 让我在你的酒楼干活 赚钱还债吧 我定会努力干活的 阿兰不明所以 也不敢随意留下人来干活 问道 你们这是 那女子便把自己的身世说了出来 原来这女子叫兰湘 从小父母双亡 后来被叔叔家收养 不料一年后 叔叔生了重病过世了 神神为了还外债 就把才十岁的兰湘 卖到了花楼 在花楼做丫鬟几年 攒了些银子 就想为自己赎身 花楼的管事 献兰湘身是可怜 平时也乖巧 就同意了 墨城想从花楼出来后 想找个正经的事情干 没成想受骗又落到了歹人之手 又被拐卖去了另一家花楼 在正扎着被打手押回去的时候 正巧被一个男子给拦了下来 这个男子便是跪在旁边的男子 叫陈丽 他只是路见不平 苦于身上没钱 但是身上有一块玉佩 所以就拿玉佩抵了债 可是这个玉佩是他的传家玉佩 本来是拿着典当了以后 还给楚爷的 原来之前为了给母亲看病 就在楚爷那里 借了很多的钱 母亲把赔价的玉佩 让他当了还债 只是凑巧路上看到兰湘被人压着喊救命 出于善心便把兰湘救了下来 救了兰湘 母亲要费欠的外债又还不上了 那个银子原来只是借了十两 后来利滚利 竟要还二十两银子 他哪里还得起呀 兰湘得救了 为了感谢陈丽 就来到阿兰的酒楼请他吃饭 莫成想 便遇到了同样来吃饭的楚爷 得知前因后果后 阿兰便与阿涛商量 留下兰湘在酒楼帮忙 招呼客人 做着洒扫的事情 后来在阿兰的帮忙下 楚爷也愿意让陈丽 只还本金十两 阿兰借了十两银子 给了陈丽 兰湘留下来干活 很是勤快 本就是做习惯了这些活 所以很快就上了手 阿兰得知 兰湘没地方住 所以让人把后院收拾出来 让兰湘住下 兰湘人也聪明 很快就把酒楼生意了解了清楚 做起事情 很是得心应手 阿兰 阿兰把他当作的立住手 对他很是看重 也把重要的工作慢慢交给他打理 有一日 阿兰突然身体不适 先回去休息 酒楼就只剩下阿兰和兰湘打理 忙忙碌碌一天 累极了 兰湘安排了一桌点心 说道 涛哥 饿坏了吧 快来吃点心吧 阿兰却实觉的饿坏了 忙了一个晚上 他坐到桌前 看着一桌子都是他爱吃的饭菜 胃口大开 兰湘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水 涛哥 喝点酒吧 这天气太冷 暖和暖和 就这样 两人吃着香喷喷的饭菜 你一杯 我一杯 一边喝酒 一边聊着天 慢慢气氛变得很是暧昧 两人都有些醉了 就相互搀扶着去休息 也不知怎么回事 最后 两人便睡到了一起了 第二天一早 阿兰来到酒楼 发现酒楼里面乱糟糟的 卫生都没有做 阿兰不知道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看营业时间到了 一会客人该来吃饭喝酒了 阿兰只好赶紧收拾 打扫了起来 一切收拾妥当后 只见阿涛和兰湘 从二楼下来 阿兰惊讶地看着他们 你们 你们这是 阿涛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昨天我们喝多了 所以就 此时兰湘还羞地躲在 阿涛的身后 阿兰还有什么看不明白的 说道 我什么都没看到 哈哈 我去厨房做事了 阿涛对兰湘说道 兰湘 昨晚不好意思 喝多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愿意负起责任来 你嫁给我吧 兰湘害羞地点了点头 几天后 阿涛在酒楼办了一桌 请阿兰 还有酒楼的伙计 一起吃了一顿饭 让阿兰做了见证人 此后 兰湘便每日管着账目 卫生方面的活也不干了 全交给了铺子伙计 伙计每天做很多活 累得够呛 虽然很不高兴 倒迫于他现在是老板娘的身份 所以只能忍气吞声 以前阿涛负责内部经营 阿兰负责对外的接洽 采购等一切事宜 两人都彼此信任 可是如今有了兰湘的插手 每次阿兰采购回来的物品 兰湘都要一样一样核对不说 还要重新过撑 显然就是对阿兰的不信任 有一次 阿兰买了十斤牛肉 兰湘一过撑 才八斤不到 当然 还有厨房的配料 也是相继出现问题 这让阿兰很是不解 明明自己核对清楚了 怎么还会出错 兰湘的意思就是 阿兰中饱私囊了 这魔伤人的话 阿兰听得很是生气 兰湘对阿涛说道 你就是傻 采购多好的匪差 为何要交给阿兰负责 这些年不知他吃了多少回扣呢 阿涛清楚阿兰的味人 便为他分辨道 你不要这么说他 他不是这样的人 说完甩袖而去 因为有兰湘在中间 让阿兰里外都不是人 阿涛也是忍气吞声 不敢言语 阿兰一气之下便回了家 几天都没有回酒楼了 每天嗜酒如命 喝得是晕晕沉沉的 有一天 邻居却去衙门报了案 说出了命案 原来阿兰是个热心的人 与邻居相处都是很融洽 邻居见阿兰最近是酒 都来相劝 只是阿兰心里苦 不喝酒实在不知道能干啥 就算阿兰每日喝酒 但是邻居都能每天见到他 也会聊上两句 可是今天一整天都没有看到他 而且敲门 喊人都不在 邻居知道他最近心情不好 就是怕他想不开 没想到 当邻居撞开门后 发现阿兰倒在地上 没气了 牙叉 武座来了之后 认真查看了案发现场 发现并无打斗痕迹 也没有入室抢劫的痕迹 武座检查后说是酒过两 发生引急了 阿涛得知阿兰没了后 很是伤心 觉得是自己害了他 当年要不是他带着自己 或许如今自己还是个乞丐呢 阿涛是越想越伤心 连酒楼都无心经营了 蓝香很是雷厉风行 把酒楼上下打理得井井有条 生意异常火爆 因为酒楼缺人手 蓝香就找了些伙计 还招来一个账房先生 这个人便是与他有一面之缘的陈丽 事情是这样的 有一天蓝香上街才买 突然看到一个男子在街头卖字画 原来这个陈丽是个书生 还是个秀才 为了给母亲治病 家里是一穷二白 吃饭都成问题了 别说买笔墨纸业 请先生了 所以只考到秀才后 便放弃了科考 每日为柴米油盐发愁呢 蓝香很是感激他当时的出手相助 如果不是他拦住那些打手 拿出玉佩救了自己 或许如今已经还身陷狼窝呢 蓝香便邀请他去酒楼 做了账房先生 每个月二两银子的月钱 这是陈丽在街头卖字画几个月 都赚不到的钱呢 所以陈丽很是认真的工作 把每一笔账目仔细核对 尽量做到完美 蓝香作为女子 把铺子经营得如此好 很多人因此称他为女商人 蓝香也是沾沾自喜 很多公子哥 有钱的老爷 都是看中蓝香的热情招待 关键他人长得也漂亮 一时之间 整个酒楼真是坐无虚席 赚的银子也是大兜 哗哗哗 进了蓝香的腰包 再说阿涛 每日沉浸在阿兰离世的自责中 借酒消愁 很多时候连酒楼都不想来 但是 账目和每天的营业额倒是管得积极呢 蓝香勤快 每天在铺子里忙碌 送往营来 每天忙碌到深夜里 有一日 陈丽一直没来铺子 蓝香觉得奇怪 就差了小伙计去瞧 原来是陈丽母亲过世 莫办法 酒楼的账目没法做了 蓝香虽然会做生意 懂得招呼客人 但是他不识字 不会写字啊 这把蓝香难道倒了 恰巧此时有个男子来结账 得知蓝香的账房先生 家里出意外 便自告奋勇说道 掌柜的 不然我给您做几天账房先生吧 我也不要你的工钱 请我吃顿饭就行 蓝香一看 原来是张亮啊 这个张亮是城中做不辟生意的张老板的儿子 多次来吃饭 与蓝香倒是相熟了 听他如此说 蓝香倒是觉得妥 就这样 张亮就留了下来 做了账房先生 这个张亮别看他读过纪念书 还考了个秀才 可是却是个好色之人 他就是看中蓝香的美貌 所以常常来吃饭 就是为了与蓝香留下好印象 如今更是让他捡了漏 每日打样后都要过账 之前都是陈丽与蓝香一起 如今张亮做的账目 自然是张亮留下来 两人认真过好账目 这个张亮虽然好色 但是字还写得挺好 就算蓝香不识字 不过看着也是懂得好赖 每天把向账目对好账后 交给阿涛 阿涛拿着账本匆匆走了 他一刻都不想在酒楼堕带 有一日阿涛走后 夜夜深了 张亮说道 掌柜的忙了一个晚上了 兔子好饿呀 兔子生意很好 蓝香每天数着钱 心里乐开了花 听到张亮说话 心情极好的说道 行 我给你去拿吃的 蓝香去了厨房 看到还有一些卤肉 就切了两盘牛肉 卤猪耳朵端了出来 正准备去下碗面 张亮拦住蓝香说道 掌柜的 不用了 够了 开坛酒吧 这些好肉没有酒 怎么行 蓝香一想 也对 就去拿了坛酒出来 随后 蓝香就去收拾 看看还剩下什么 明天才买的时候 才能购买齐全 张亮拉着蓝香坐下来说道 好啦 掌柜的 赶紧坐下来 吃点东西吧 你不累吗 忙碌一整天了 就这样 蓝香也就坐了下来 两人一边吃喝着 一边就聊了起来 这个张亮还真是见识广 父亲做不辟生意 经常带着张亮走南串北 把那些有趣的见闻 说与蓝香听 蓝香听了 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在以后的日子里 张亮与蓝香每日都会等阿涛走后 一起喝酒聊天 感觉有聊不完的话题 两人相处得很是融洽 一日 阿涛从外面回到酒楼 恰巧一个道士晕倒在地上 阿涛便把他扶到了酒楼阁楼 请来隔壁医馆的大夫诊断 大夫诊断说无大碍 随后便给他扎了几针 说一盏茶功夫便会醒来 有事再去喊他 倒是得知是阿涛救了他 说道 多谢掌柜出手相助 贫道肚子饿坏了 你能请我吃饭吗 阿涛爽快答应了 赶金火忌端来饭菜 随后又亲自上了一摊子酒来 老道士招了招手说道 掌柜的来一起坐下来喝一杯吧 就这样 阿涛就与老道士你一杯 我一杯喝起了酒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两人吃饱喝足了 老道士起身准备告辞 今天多谢掌柜热情款待 突然又停了下来 挥过头 悄悄对着阿涛说道 这好东西送你你会用得上的 切记一定要小心你的夫人 不然你就没命了 阿涛不解地问道 为何 老道士转身欲离去 又留下一句 老道言尽于此 便匆匆离去 阿涛想不明白 老道士让他小心难像什么 怎么就会没命呢 这段时间 自己身体很是疲乏 自从阿兰离世后 他与兰湘也产生了隔阂 平时除了酒楼对账外 根本就没有任何话题聊 下午阿涛感觉头有点晕呼 就跟兰湘说了一声 就先回去了 不过在之后几天 阿涛的头却越来越晕呼了 他找来陈大夫诊断 陈大夫在细检查后说道 你这并无大碍呀 是不是休息不好呢 阿涛说道 最近睡眠不好 经常半夜离醒来 便睡不着了 陈大夫便开了些安神的药 只是阿涛吃了这些药后 并没有减轻症状 而且头晕得更是厉害了 又一次找了陈大夫来 陈大夫检查过后 吃惊道 你这是中了慢性毒药了 前期不容易发现 而且不仔细瞧 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就是 陈大夫继续说道 这中药无色无味 中了此药 慢慢就会产生幻觉 还会整日整日睡不着觉 阿涛只想知道 自己怎么会中这中药 哪里中的 自己的饮食都是蓝箱准备的 难道 不能啊 陈大夫又而且我刚好有解药 吃上两次就解了 不然你什么时候死了都不知道 而且就算是毒发了 也没有人知道你是中毒 只会当作发生了意外 阿涛听了陈大夫的话 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得对蓝箱留个心眼了 究竟是不是他 自己都得弄清楚 吃了陈大夫的药后 阿涛的症状慢慢好了 但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所以他假装身体虚弱 一连几天都没有去酒楼了 蓝箱便把酒楼全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如今陈丽又回来了 张亮时不时就来酒楼吃饭喝酒 每次都在楼上单独的包厢里 吃吃喝喝 有时蓝箱会去赔上两倍 每天早上蓝箱都会帮阿涛把药煎好 做好早餐 断到阿涛的床前 相公 饭菜断来放在桌上了 你一会起来想吃饭吧 药也好了 你既得吃啊 我先去酒楼了 阿涛虚弱的说道 娘子 谢谢你 你辛苦了 会就起来吃 其实 每天蓝箱准备的东西 他也不敢吃啊 都会趁机倒掉 谁知道有没有下药 两天后 阿涛便断了气 蓝箱很伤心 当天便让人安排了后事给下葬了 这让人有些不解了 很多都要在家里多放积田 表示家人的不舍 这蓝箱的解释 表示 我只是想让向公早点入土为安 见得如此说 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便作罢 就在当天夜里 阿涛的坟头被人挖了 阿涛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原来酒楼有个叫阿财的伙计 是当初阿兰的支持者 当时阿兰离世 他很是伤心 不知何故 却被蓝箱给赶了出去 阿财不相信自己的老东家阿兰 如此乐观的人 会突然暴毙 总是觉得是有蹊跷 他常常潜伏在酒楼附近 他发现南乡与多名男子暧昧 这让他大跌眼镜 就偷偷地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阿涛 他们经常都有碰头 这次阿涛诈死 也是让阿财来协助自己 原来那天 老道是拿了一粒假死药给阿涛 阿涛与阿财并没有回家 只是乔庄一番 足住在酒楼附近的客栈里 关注着酒楼的动静 关注着蓝箱的动静 突然发现蓝箱陈丽走得很近 甚至带回家一起居住了 这让阿涛很是恼火 怎么回事 一天半夜里 阿涛远远看着蓝箱与陈丽结巴而行 实在忍不住了 就拉着阿财装扮的阿兰 来到了蓝箱面前 蓝箱看到阿兰 阿涛吓坏了 他确信他们是鬼 因为自己亲眼看着他们下葬的 所以惊叫了起来 鬼呀 就算读过书的陈丽 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两个抱在一起惊叫 鬼呀 阿涛 我死得好惨啊 还我命来 阿财假扮的阿兰 还我命来 陈丽直接把蓝箱推了出来 说道都是他 不关我的事 全是他的主意 原来当时陈丽救了蓝箱后 对他很是感激 时常会去看望他 渐渐两人便产生情愫 但是陈丽家太穷了 想参加科考古鱼没有银子 蓝箱便有了大大的想法 那就是成为酒楼的老板娘 那天与阿涛一起喝酒 成就好事 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 都是蓝箱设计的一个局 为的就是当老板娘 后来又发现 酒楼很多决策权都是阿兰那里 因为阿涛性子软弱 便设计让阿兰离开酒楼 又让人陈丽偷偷给阿兰下药 原来阿兰离世哪天 陈丽偷偷拜访过他 只是在天黑后去的 并没有人看到 蓝箱想着 只要把阿兰除掉 这样自己在酒楼便可以支手遮天 没想到阿涛对阿兰的离世 耿耿于怀 在账母和银子方面都把控得牢牢的 这让蓝箱不得不走上了极端 后来对阿涛也差点被吓了毒手 只是阿涛救了那个道士 得到老道士的点话 蓝箱嘴里一直喊 救命啊 阿才说道 你还是等着官府你那里去说吧 很快 衙门捕头王瑞 就带着几个捕快来 把蓝箱和陈丽两人带回了衙门 案件重新调查取证 还把阿兰坟也给挖了 重新调查阿兰的死因 经过几天的调查取证 在铁证面前 蓝箱终于递下了头 最终蓝箱和陈丽被判了死刑 阿涛又把阿才带回了酒楼 省得做了管事 后来阿涛认识了一个女子 两人互生情愫 最后喜剑连礼劳 一起经营酒楼 他们夫妻恩爱 后来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从此后 他们一大家子 过着幸福的生活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厨师和寡妇 一个小伙 为了能吃饱饭 就去学做厨师 可他每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会倒霉 最后 小伙到了一个漂亮的寡妇家里 做厨师 这寡妇会倒霉吗 这就是咱们要说的故事 倒霉厨师 敲寡妇 话说在柳州的张家庄里 有个名叫张天宝的小伙子 张天宝家里穷苦 整日里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的 他老爹给他留下二亩拨田 就得并挂掉了 张天宝一看自己 在老家也混不出什么名堂 更不用说娶媳妇了 索性就把自己家里的田地和宅子都卖了 拿了一笔钱 就到城里闯荡去了 张天宝都考虑好了 自己到了城里 先找个饭馆大吃一顿 然后再给掌柜说 自己没钱 就是来吃白食的 可以干活底饭钱 目的就是留在饭馆里 在后厨看能不能跟厨师掏上近乎 自己也学习个厨师的手艺 等自己学成了 这以后就再也饿不住了 张天宝的想法是挺好的 可现实还是挺残酷的 一连白吃了三个饭馆 最后一个掌柜的 才同意让他去后厨干活底饭钱 前几个饭馆一看 他是吃白食的 直接就胖揍 一毒扔到大街上 到了后厨之后 张天宝就傻眼了 这饭馆的大厨是女的 一问之下才知道是掌柜的媳妇 原来张天宝这次白吃的饭馆 是一对小夫妻开的 刚开张就碰到张天宝这个吃白食的家伙了 肯定不能放得走啊 就把他弄到后厨刷碗去了 张天宝的目的不是来刷碗的 而是来偷学做菜的 所以没事的时候就围着老板娘转忧 尤其是在他做饭的时候 后来这是让老板知道了 心想这家伙不仅要吃白食 看他这意思还想撬走自己媳妇啊 就要把张天宝赶走 也不用他干活底饭钱了 张天宝一看老板误会自己了 就说出了自己想学做菜的目的 并不是对老板娘有啥想法 自己可以在这里免费打工 只要管炖饭就成 老板一听这下才明白了 这家伙不是打自己媳妇的主意 而是想学做菜呀 自己的饭馆刚开张 正好人手不够 来个免费干活的也不错 还能帮自己看下店铺 就同意张天宝在这里了 张天宝以为自己会在这里 学到不少的做菜手艺 没想到这老板娘就会养手菜 一个是西红柿炒鸡蛋 一个是西红柿打卤面 张天宝没用积添的功夫 就把这两个菜给学会了 其他的菜老板娘也不会 也是现学现卖 这做出的口味就可想而知了 而且这夫妻两个还是心善的人 碰到困难的过路商人 就是没钱也让别人吃饱 虽然这些人口头上说不久后 就把钱送来 可真正能送来的没有机人 不出意外 没过多长时间 夫妻两个人的小饭馆就关门了 张天宝也失业了 这次张天宝学聪明了 再找就去找大的酒楼 大酒楼里肯定有大厨师 而且没有特殊情况 不会倒闭的 还有吃白食的时候 张天宝也总结出了经验了 不能吃太少的东西 吃的东西太少 价钱不多 一般都会让人揍一顿给扔出来的 想留在酒楼里一定要多点菜 这样的话酒楼就不会揍你了 还一定会把你留下干活的饭钱 就这样 张天宝评级自己的经验 顺利地混入了 红福酒楼的后厨干砸活去了 红福酒楼不亏是城里有名的酒楼 后厨都比他当初待的小饭馆大 大厨都有三四个 张天宝评级自己的三寸不懒之舍 还有会看眼色的本事 和几个大厨师混得都不错 这几个大厨艺高兴 也乐得指点一下张天宝 很快张天宝的厨艺得到了很大的进步 正当张天宝想跟掌柜提出来 自己也想当个小厨师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酒楼大掌柜不知怎么搞得得罪了县老爷 酒楼被查封了 张天宝又失业了 他欠酒楼的饭钱还没有还清呢 现在也不用孩了 经过这两次的失败之后 张天宝觉得这大酒楼也不靠谱 不如去一个豪门富户家里做私人厨师 时间还自由 说不定还能和府上的丫鬟搞到一块娶个老婆 想到这里 张天宝心里都乐开了花了 然后就四处打听看那个园外家里找不着厨师 还别说还真的让张天宝给找到一个 这个园外名叫王德成是一个妥妥的爆发户 王德成之前是做小买卖的 不知道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运 这两年突然发了大财了 家里的小房子全卖了 在城里的繁华地段购置了大院子 然后就学着别的大户人家的样子 招了不少的下人 这不现在有张帖出告示 要在府里招一个厨师 张天宝一看自己的机会来了 就报名参加了 一共有二十多个人来参加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不过张天宝还是凭借几个大厨传授的手艺 占到了最后的阶段 只剩下张天宝和另外一个人了 最后考试是王德成亲自出的 桌面上的食材就是简单的两样 西红柿和鸡蛋 王德成就说了 自己在没有发迹之前 最爱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你们两个谁做的和自己的口味 谁就留下 王德成在品尝了张天宝做的西红柿炒鸡蛋之后 激动的说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味道 原来 王德成在没有发迹之前 也到过张天宝刚开始带的那个小饭馆吃过饭 那时候他做生意赔了 吃饭后墨钱结账 长贵的也没有难为他 还说以后有钱再给就行了 等自己有钱后 那夫妻两个的小饭馆早已经关门打击了 所以 王德成对那个小饭馆的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 还是比较怀念的 不出意外 张天宝凭借着和老板娘学的一手西红柿炒鸡蛋 赢得了最后的比赛 进了王府当了厨子了 后来在王府的时间长了 张天宝就了解了王德成的味人了 原来王德成也是穷苦出身 如果不是他媳妇香秀 一直鼓励他 他也不会走运发财的 王德成现在有钱了 把自己家里弄得和别的富户家一样 想成为一个让人瞧得起的有钱人 他家里能换的都换了 就是一样没有换过 就是他媳妇香秀 张天宝每次献了香秀 都感叹王德成的好运气 香秀长得实在是太漂亮了 肤白貌美 显得特别有气质 张天宝就在心里想 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找到一个 像香秀这样漂亮贤惠的女子做老婆呀 由于张天宝不仅饭菜做得好 而且嘴巴还能说会道的 在王府里很受王德成和香秀的喜爱 正当张天宝认为 自己终于找了一个不错的落脚处的时候 这意外还是发生了 王德成有钱之后 想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得再大一些 就常常的跟一些其他圆外或者商人吃饭喝酒到很晚 生活很不规律 时间一长呢 身体就吃不消了 不幸的是得了胃病了 更倒霉的是 本来他的胃病不是什么大毛病 找个郎中吃点药 调养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可偏偏王德成学别的圆外贴告示 高价聘请郎中道府内诊治 你想啊 这高价聘请的郎中 有可能有真才实学 有可能就是江湖骗子啊 倒霉的王德成就遇到了一个江湖骗子 这家伙满嘴的跑火车 把王德成的病症故意说得很严重 需要长时间的治疗 大概需要一个月的功夫 像秀对着也不懂 县郎中说得很严重就吓坏了 让郎中赶紧的给治 谁知道这家伙根本没有什么真本事 三下五出二 不到半个月的功夫 就把王德成的病情给耽误了 张天宝发现 这郎中就是个混吃喝的主 赶忙到回春堂请 孙郎中来个王德成诊治 可谓是一晚 孙郎中也没有什么办法 香秀一气之下 就把报官把这个江湖骗子给抓了起来 王德成临终之前 拉着香秀的手说道 媳妇 真的对不起呀 说好陪你一起走下去的 没想到我先走一步了 我这唯一的遗憾 就是咱们儿子小宝 才七八岁 你一定要好好的把他抚养肠大呀 就算你以后再改嫁的话 也要找个对小宝好的男人 说完 王德成就挂掉了 香秀哭得伤心欲绝呀 没想到好好的一个人 就这磨没了 剩下他们孤儿寡母以后怎么生活呀 好在王德成生前 把全部的铺子都兑换了出去 给香秀和小宝留下了不少的钱财 够他们娘两个花一辈子的了 这偌大的王府没了男主人后 只有一个俏寡妇来管家 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一些下人也投机取巧 经常把府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偷拿出去卖 所以香秀就对府里进行了一番裁员 幸好张天宝做人算是本分 并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 不在北裁员的名单里 经过一番裁员之后 王府里只剩下他一个厨子 还有两个伺候的丫鬟 和两个干杂活的吓人了 正当张天宝以为这下不会再出身末世的时候 意外又来了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 何况香秀还是一个长相漂亮 还非常有钱的寡妇呢 等王德成去世后半年 来香秀家提亲的媒婆 多得能把家的门槛都给踏破了 可香秀根本没有心思再改嫁 后来这媒婆也渐渐的不来了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其中就有一个人对香秀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这个人还得从香秀去衙门 告那个江湖骗子说起 当时抓捕那个骗子的捕头叫周安 现老爷的一个远房表直 这个周安是个好色之人 虽然没有成家 但经常出入一些风月场所 见到香秀之后 就被香秀的容貌给迷住了 在了解到了香秀家里的情况之后 周安心里就有了想法了 如果自己能把这小寡妇给拿下 不仅美人到手 还能一下子成为豪门富户 这种好事去哪里找啊 所以周安就经常借助办案未有 来香秀的家里找他 刚开始的时候 香秀还以为周安是秉公执法的豪不快 后来就发现了 这家伙 罪翁之意不再久 想打自己的主意 然后就不再理会他了 可周安怎么会放过这磨好的一个机会啊 越是得不到的 自己就越想得到 来香秀家媒婆烧的原因 也有周安的功劳 大伙都知道周安在追求香秀 也不敢去得罪他 所以来的媒婆就少了 这天傍晚周安喝了不少的酒 心里想着香秀俊美的脸蛋就一阵火热 然后晃晃悠悠的就跑到香秀家了 下人也知道周安的身份拦不住他 香秀一看 周安又来骚扰自己 就说道 周安 你赶快走 不然的话 我就报官来抓你了 周安一听就笑着说道 哈哈 报官 香秀你忘了 我就是捕快了 现老爷可是我输 香秀一看 也吓唬不住周安 就又说道 周安 你条件这么好 那么多的大户人家的小姐 你不挑 干嘛非缠着我这个寡妇啊 再说了 我还带个孩子呢 周安就笑着说道 香秀 我第一眼看到你 就喜欢上你了 我不稀罕什么大姑娘 就喜欢你这样的 会疼人 许一个还送一个 多划算的买卖呀 香秀听周安说完 心里感觉一阵恶心 这家伙分明就是贪图自己的美色和家产 自己可不能把自己相公交给他的钱财 交到这人手里 然后香秀就说道 周安 周捕头 你赶快走吧 我已经有了一中人了 根本不喜欢你 周安听后 顿时脸色一沉说道 什么 有一中人了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跟老子抢女人 活得是不耐烦了吧 周安见香秀 神色恍惚就说道 哼 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 告诉你 老子能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以前对你客气 是想用真心打动你 现在看来得抓紧了 不然 你还想找别的男人 周安听香秀这么一说 也等不及了 决定来各生米 煮成熟饭 到时候 香秀不愿意 也不行了 想到这里 周安就一把搂住了香秀 想对他来个霸王硬上弓 香秀见状 是奋力的挣脱开来 然后打了周安一巴掌 打骂他是臭流氓 周安见状也是怒了 一脚就把香秀踹到在地了 打算硬来的时候 张天宝就破门而入了 原来张天宝来给香秀送宵夜 在门外听到了里面的动静 他本来也不想多管闲事的 但听到香秀惨叫一声 就再也忍不住了 进门以后 看到周安正欺负香秀 拿起桌上的茶杯 就一把砸向了周安的脑袋 周安正在兴头上 冷不妨让张天宝给砸了一下脑袋 惨叫一声赶忙站起身来 看到是张天宝砸了自己 顿时就怒道 好你个下人 你竟敢打我 你不想活了 张天宝也是头脑一热 就说道 打的就是你这个臭流氓 春秀这个时候也站起身来 一把抱住了张天宝的胳膊就说道 周安这就是我新找的男人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周安和张天宝让香秀的这个举动 都给惊呆了 周安就怒道 香秀 你说什么呢 他一个厨子 怎么能配得伤你呀 张天宝也愣住在原地 他本来就是想帮香秀一下的 没想到香秀会这样 周安见状就说道 好 你们给老子等着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然后就捂着后脑梢走了 等周安走后 香秀立马松开了张天宝的胳膊 焦急地说道 天宝这里有些银子 你赶快拿着这些钱跑吧 那个周安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张天宝就说道 夫人 我不能走 人是我打的 万一我逃走了 那个周安肯定会找你麻烦的 香秀听了 顿时心中意暖 自从自己的丈夫走后 就没人这么设身处地地关心过自己了 香秀就红住脸问道 天宝 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呀 张天宝听香秀这磨一问 脸色立马通红了 就说道 夫人 我我 然后就结巴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其实张天宝心里是喜欢香秀的 虽然香秀现在是个寡妇 但他人美心善 还非常有女人的味道 是张天宝的梦中情人 在香秀的心里 对张天宝也是有好感的 虽然他只是一个下人 但是做的一手好饭菜 自己和儿子都喜欢吃 而且每天晚上的海铁心 给自己做好吃的宵夜 还不顾周安捕头的身份就自己 香秀一下子就让张天宝给破防了 就问出这话 香秀见张天宝脸色通红 也明白了张天宝对自己的意思 这房间里的气氛 一下子就暧昧了起来 两个人都是深情地注视住对方 正当两人有进一步动作的时候 房门就被踹开了 周安带着几个捕快就冲了进来 周安献到两人如此暧昧 气得不行 就说道 小子 你刚才竟然殴打我 现在我要把你带到衙门治罪 你就别想着再出来了 香秀见状连忙说道 周安 求你放过天宝吧 我可以给你钱 周安见香秀 竟然为了一个下人求情 顿时促意打发 就怒道 哼 老子要的是钱嘛 当你什么时候想通了 到衙门来找我 我就把这小子给放了 不过在你想通的这几天 我会好好地照顾他的 说完就把张天宝给带走了 香秀见状也傻眼了 自己一个富道 人家怎么跟官斗啊 可天宝也是为了自己这样的 自己不能不救他 到了第二天一早 香秀就跑到衙门告状去了 他本以为张天宝会让周安给收拾得很惨 可见到他之后就愣住了 张天宝啥事没有 在看大堂上坐了两位大老爷 一个坐在中间 一个坐在旁边 坐在旁边的那个 还在一直擦着额头上的汗呢 香秀就把周安调戏自己 把张天宝带走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 坐在大堂上的大老爷就一趴金堂木就说道 哼 好一个周安 看来是你这个叔叔给了你不小的权利啊 坐在一旁的县老爷这回是真的坐不住了 说道 其实这个周安不是我的什么侄子 原来在大堂正当中坐住的是知府吴大人 旁边坐着的是本县的县老爷马大人 吴大人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官 时不时会到下面的县城来明察暗房 这次就跑到了马大人的地界来了 在昨天晚上天探查牢房的时候 正好碰到了周安想收拾张天宝 张天宝也不是吃素得主 见到周安想对自己动用私刑 就大声地叫嚷周安公报私仇 训私枉法 正好让吴大人给听到了 然后吴大人就问明了这事情的缘由 立马就把周安给控制住了 今天一早本想让捕快去带香秀来问清楚的 没想到香秀自己先到衙门告状过了 吴大人对周安的做法非常恼怒 要惩治他 其他看热闹的百姓一看吴大人要处置周安 立马有好几个受到过周安欺负的人都站了出来 指责周安以前怎么欺负他们 给县老爷告状他也不管 吴大人听后就让他们细细说来 听完之后就说道 诸位乡亲你们说的是本官都已经记下了 这些事情我都会一一处理的 然后就把周安和马大人先给关入大牢厅后发落了 把张天宝就给放了 张天宝谢过屋大人之后就和香秀回家去了 等到了王府之后 两人精辞一解 也都明白了各自的心思 没过多久 张天宝就娶了香秀了 成亲之后 两人是恩爱有家 一年后香秀还给张天宝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一家四口 就幸福地生活在一块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